我們看一下這屏幕 由六對夫婦中任選四人 求下列情況之方法數 首先第一小題 恰有兩對夫婦 那麼這裡有六對夫婦呢 我們可以寫 就是AA BB CC DD EE F F 那麼現在我們要從這六對夫婦中 任選四人 然後呢 要恰有兩對夫婦 所以這時候呢我們直接由這六對裡面 選兩對出來 這方法數呢是C6取2 那麼這會等於 C6取2呢 這是6乘以5除以2乘以1 那我們算出這答案是15種 所以第一小題我們回答 這是15種這個答案 第二小題 恰有1對夫婦 恰有1對夫婦 那麼這時候呢 我們先從這六對夫婦裡面 選一對出來 這方法數呢是C6取1 那而且 而且呢我們這時候還需要兩個人 那這兩個人呢不能夠是夫婦 所以代表這兩個人呢一定來自於 剩下的五對夫婦裡面的其中兩對 所以呢我們在這裡先C5取2 選出那兩對出來 那麼再由這兩對裡面 各出一個人 所以呢 所以呢 每一對出一個人呢 有兩種方法 所以各出一個人 這是2乘以2 我們寫 這是2的2次方 所以呢 這方法數是 這是6 乘以 C5取2 我們算出 這是10 然後乘以2的2次方 這是4 因此呢我們回答 這方法數為 這是240種 這個答案 第二小題 均不為夫婦 所以呢 我們仿造這裡的方法 這4個人呢 均不為夫婦 所以呢是來自於這6對中的 其中4對 所以呢 這是C6取4 那麼接著 我們從4對中 每一對 各出一個人 所以呢 方法數是 2乘以2乘以2乘以2 也就是2的4四方 因此呢 這等於 C6取4 是等於 C6取2 我們這裡算出 這是15 那乘以2的4四方 這是16 因此呢 我們算出 這答案是 240種 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 是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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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